在考官的讲解之后 国小的学童依照考题的步骤进行解压的动作 这下竞赛主要是让学童从小养成正确的解压习惯跟口腔卫生 整个鱼尺的一个防治 在112年也提出了75万补助的相关的经费 对于牙齿保健的政策推广 也投入了30万的一个补助的金额 那今天的活动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非常的积极来去参与 那我们也在那边宣导幸福的人生就从口腔保健开始 那我们要两药两不要 每天至少刷牙两次 饭后一定要刷牙 那也要用牙线透过这个含有佛的牙膏来去做口腔的清洁 今年的结牙绘画创作竞赛也是疫情之后 睽睽四年恢复举办 新竹市牙医师工会跟新竹市卫生局还有多所国小合作 透过比赛让学童了解结牙的重要性 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绘画比赛 那绘画比赛完之后会有专业的老师来去做评比 另外一个比赛是借由先让小朋友吃一些食物 然后再去涂牙菌斑 然后再让他们用牙线或牙刷的清洁的方式来去做清洁 最后再去检查他们清洁的状况 从小培养学童正确照顾牙齿的方式 结牙继创作比赛结果优胜学童队伍将会代表新竹市 参加今年全国性结牙比赛 将由市政府颁发奖状还有奖金作为奖励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